台牌規矩多 學識樂趣多 讓我們來教你打 港式台灣牌 麻雀和麻醬有否覺得有甚麼不同呢? 其實是書面寫法有些不同 我們稱之為打牌 就是打麻雀了 計筹買的方法 我們稱之為980 我們以500元為例 例如我們用這三種顏色 這個有9個 我們乘50元 這個黃色有8個 我們乘5元一個 而這個我們稱之為1元一個 我們有10個 加起來我們就有500元做底 萬一你書清的話怎麼辦呢? 不要緊 我們可以加底 加底的意思就是 我們每人每一家都加2個籌碼 而一個籌碼代表可以250元 即是代表有5個紅色 然後我們怎樣付錢呢? 例如吃了27元 那我就要拿27元出來 那就是這樣 首先給了27元出來 但我們要加底 加底即是多加一個黃色的5元 這樣就變成32元了 大家打開廣東牌都習慣了馬上賺錢 但是台灣牌不同的 有得拉的 我們假設下家吃了我們三鋪 第一鋪是10番 第二鋪是20番 第三鋪是30番 第一鋪是10番 即是要加底變成15個馬 因為跟手的鋪也是他吃 那我就要拉多一半給他 那就加8 為什麼加8呢? 15個馬除一半是7.5 但是我們沒有半個馬的 那就是說一個是7,一個是8 那麼利益永遠歸於贏的那個 那所以呢 8是屬於他的 那我們這裡要加8了 15加8是23 那第二鋪呢 他吃了我們20番 那加底就是25個馬 23加25就是48 那48還要再給他拉一半 即是加24 加了24之後就得出72 那再計算第三鋪的30番 即是計算底的35個馬 加上就是107的了 如果拉三鋪的話 總共就輸了107的馬 那剛剛就說到拉樁了 那我就現在說一下拉樁的情況 以剛剛的為例子 就是下家吃了我三鋪 那三鋪之後我可以選擇Cut 或者不Cut 因為有一個規則就是 逢三鋪何Cut 那以上一個例子為例 如果我們已經Cut了 但是他繼續吃我們第四鋪呢 他吃我們25番的話 那怎樣計算呢 那就是說 107個馬加30 即是我要給137個馬 但是呢 若果我們在沒有Cut的情況 那就是說 之前的三鋪 就計算是107個馬 那我們又要繼續拉下去 那就是107 再加107的一半 即是加54個馬上去 即是161 再加25番 即是加底 30 加30個馬 那就是 總共是191個馬 你看分別多大 那說到執位呢 執位很重要的 那我們所有牌的執位 無論你是打廣東牌 台灣牌 都是按東南西北這樣執的 那執位台灣牌是怎樣執的呢 首先我打第一次式 如果第一次式 我集到11的話 那就要數11個 怎樣數呢 就是由自己開始數起 自己是1 下加是2 對加就是3 上加就是4 那有個快點的方法 就是自己跟對加定是單數 上下加就一定是雙數 那一路數到18 因為我們通常都會打3顆色的 首先就是問妝 而4個打牌的著友 就隨便找個位置坐 那隨便一個人負責摘色就可以了 那架設呢 我就負責摘色 那麼摘到11 對加就負責起妝 即是起妝的位來的 就是東位 如此類推 亦時針就是東南西北這樣排好了 好了 問完妝呢 就要開始執位了 執位呢 起妝的人呢 就要負責再摘一次色 即是東位的要摘色 假設有今次是摘到11的話 11即是對加啦 即是我了 即是我是負責 我開始第一隻牌了 通常呢 我們就會蓋上東南西北四隻牌 然後就是頭尾 你呢 就各放一隻麻雀 通常呢 就會放一邊是單素 一邊是雙素 隨便是同索萬 隨便一門都可以的了 好了 那打到11了 即是由單素那邊開始摸起 我摸完呢 就到下一家摸了 那就是逆時針 也是這樣摸 摸完之後呢 那就知道自己拿了 假設我抽到西的話 那我就不用轉位了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撿到對面是東 對面起妝是東 對面起妝是東的話 即是我是西位 我就不用動了 如果假設我撿到南位 我就要移去南那邊 就是這樣簡單 再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好像廣東牌一樣 搭起四隻東南西北 再問妝的人 打了色之後呢 在哪一家 那就是由那個開始摸起就可以了 去到搭牌了 搭牌呢 台灣牌和廣東牌不同了 廣東牌呢 就會將兩棟動高 但是台灣牌呢 就是兩殼 就這樣推出去就算 而已 那推出去的時候 很難的 我們要怎樣做呢 我們有個特別的工具 就是 這個 牌尺啦 好 今次就說連裝擺飾 連裝擺飾的前次呢 首先你要嵌裝 既然你嵌了多少裝呢 就放幾點在你的牌尾上面 記住 是要開牌之前 那如果你不記得了擺 你吃糊的時候 就會介紹很多番 擺飾是怎樣擺呢 假設你做裝 你是連裝的嘛 那你連第一鋪 那你就會擺一粒色 那通常我們就擺在哪個位開牌 就擺在開了牌的位的尾部 假設你是連一的 那你就擺一粒色 如果連二就是擺兩粒 如此類推啦 那至於連裝擺飾 又會幫你加多少番呢 就有一條方程式的 就是 N乘2加1啦 N乘2加1呢 N呢 就代表連裝的數字來的 假設呢 做裝的時候 吃糊或者出蔥都好 如果第一波做裝 你還未開始有連裝的嘛 那連裝的數字呢 就是 即是N是等於0 0乘2加1等於1 所以無論呢 吃糊或者出蔥呢 都是要加一番的 即是說 哪一加 如果你吃到裝的話 就可以加一番了 假設呢 裝呢 已經連緊一啦 裝加吃糊或者出蔥都好 那N就是等於1 那1乘2加1等於3 所以呢 無論吃糊或者出蔥都好 都要加3番 那樣呢 如此類推呢 那你就知道 每一波你是加多少番下去了 好啦 不過有一點要提提大家 未做裝之前呢 已經不停連食很多波了 記住就是由你做裝那一刻 開始計算 才算是連裝的 好 我們摸完牌之後呢 就要補花了 那要我們補到呢 不是花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叫請 請下一家繼續補花 那要我們摸到這一隻呢 依然都是花的話呢 我們就要講後補 直到那麼多家呢 都補完它們的花呢 我們才可以最後補回這隻花的 那我們就講一下一台花和一台草了 一台花呢 的意思就是同顏色的1 2 3 4 所組成 而一台草的意思就是由兩隻顏色 1 2 3 4 所組成的 那當你拿到一台花或者一台草的時候 有什麼好處呢 一台花的話呢 就是每家會給你五個籌碼 而一台草的話 就每家給你兩個籌碼 全部都是即時給的 那台灣牌呢 都有一個規矩就是 上牌的時候呢 要把上的牌放在中間 例如現在我有五六萬在手 上家帶了一隻七萬給我 那我就要把那隻七萬 放在五六萬中間 就好像這樣 把那隻七萬放在中間 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 當你吃壺的時候 就會被人當成炸壺 你就要賠錢了 那台灣牌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 叫錯碰牌要罰錢 當你想碰的時候 叫要碰 但你發現你自己碰不到的話 那你就要拿一個籌碼出來 放低 到最後 誰吃壺的話 就誰可以拿走那個籌碼了 那我們說一下 打拋裡面的明降和暗降 明降有兩個情況 第一個情況 就是你碰了三隻 然後自己摸到第四隻 第二個情況 就是你有三隻 別人打出的第四隻 暗降你自己有三隻 然後摸到第四隻 這個就是暗降 但暗降的情況比較特別 在台灣牌的暗降 它是不會開出來 給別人看到的 每一間可以收回一底錢 但去到整個牌完完之後 你就要開給別人確認 到底是不是四隻一樣 如果你忘記了開的話 就要給人家雙倍 台灣牌的情況 就叫追賭牌罰錢 到底是怎樣的呢 例如我打了一隻東 然後另外三家在這一彎 一起打東 這個就叫追賭牌罰錢 我就不會加給兩個馬 說到自摸不能拍牌 就是當你自摸的時候 拿到那隻牌 千萬不要拍到你的手牌 如果不是 你就不能即時吃糊 要繼續打下去 摸和Jet Point 意思就是我們和局之後 我們每一家要放得一底的籌碼 當我們下一輪有人自摸的時候 他就有機會拿光 好 我們今次就說了這麼多 下集再見 拜拜 準備還記得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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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